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们经已步入汽车的电动化时代 电动车是怎么做安全的呢 既然要问 我们不如问最强的那个沃尔沃 作为沃尔沃电动化平台的第一台 同时也是旗舰的产品 ES90应该说是电动车领域安全的最高标准 甚至说是一个模范代表 它是怎么做的 我们接下来带拆开来看 如你所见在我身后的就是EX90的龙式车身 我们都知道电车会比同等体型下的油车要更重 所以它的惯性会更强 那在这种情况下 电车的安全性做起来也会更加的复杂 对于它车身刚度车身的这种强度要求也会更加高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前部 它用上了更多的铝合金 一方面是减重 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更好的吸能 来到中间可以看到用上了大量的红色的代表的就是彭缸 彭缸有着非常强的硬度 特别是B柱这一块 这台车是支持四个字极 压在身上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形 它的扭转刚性相比于XC90来说还要强了50% 另外就是在B柱下方可以看到也是红色的彭缸 为什么为了保护它的电池组 一般来说电池组测试安全的时候 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碰撞之后 它不能有超过30%的形变 而握握在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情况下 电池包不会有任何的形变 我们听过太多关于电池组的一些安全解说 那作为握握的话 它是怎么样去在这一块诠释它的安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这一整块的电池包组里面 它全部都是用了硬连接 握握的理念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一定要绝对的安全 硬连接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它可以在3毫秒内快速触发断电 Lumia的激光雷达一个冷知识 沃沃是Lumia的股东 这一套雷达放在这一台车上 可以说是量身定做 甚至可以说是原身 那Lumia激光雷达有什么牛逼的地方呢 首先它的探测距离是可以远到600米的 600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广州塔的高度600米 它在高速情况下是可以准确的识别到250米外的行人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之下 我们每秒可以走过的距离是33米 250米意味着沃沃给你争取到了7秒半的时间 在车内沃沃给我们准备了由电容方向盘 和两个摄像头组成的DOS驾驶员监测系统 这一套系统的特点就是当我们的视线离开了路面之后4秒钟 它会以三个不同的阶段来提醒我们 并且保证我们的安全 第一阶段的时候 它会通过方向盘还有声音的提示 来告诉我们赶紧回到驾驶当中来 如果说我们第一阶段没有做任何反应的话 第二阶段它会打开车道保持 并且足迹的降速直到把车停下 那如果你还是没有反应的话 第三阶段它会直接打电话报警 除了这些科技装备上的安全 我们熟知的沃尔沃其实在用料上 也非常照顾到我们在安全方面的一些小心思 比如说所有的用料都是一些可再生的环保材料 重点它是完全不含本的 做到了一个绝对的极致的安全 那做一个沃尔沃的车主来说 我是很骄傲的 虽然我不是这一款 那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在汽车的电动化时代里 安全到底应该怎么实现 那标准单已经在这了